全油管最快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结束对中东地区多国的访问后抵达土耳其。 据报道,他将在土耳其与官员讨论新一轮的巴以冲突。 此前,土耳其因加沙地带的事件召回了驻以色列大使。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将前往东北部地区的爱德尔村不太可能与布林肯会面。 他再次谴责以色列的行为,并表示土耳其有责任保护巴勒斯坦人民。 这次访问对于中东地区的局势和国际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订阅新闻及速递,最先知晓天下事。